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好朋友 大家平安 我们的人生在寻找答案 我们在地球上来来往往 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每一天日子 我们都渴望那个答案能够让我们找到 但是到底人生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从昨天我们谈到 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上帝提醒我们 明天不晓得 我们活在巨大的不确定当中 上帝也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类是何等的有限 跑来跑去 不过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地球 今天人们发现更加难以捉摸的 更加难以测透的 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其实圣经老早就提醒我们 人对外部好像开始慢慢多的认识 但是唯独人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内心 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我想当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环境 看看周遭 包括寻查我们自身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惊叹 上帝对我们人类观察 了解 把握 何等一针见血 人最困难的 不但没有办法救自己 而且一定自己把自己害死 我有些朋友他们有的做生物的 有的他们做医学的 他们说现在医学上的 在希望能够研究到有一天 目前好像似乎看到一点曙光 大概人可以让他 不但是能够突破一百岁 能够一般认为 现在大概有一个极限是一百二十岁 那希望加了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之间 这是目前在医学上 在生物方面的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研究 那当然人类这种的研究里面 开始带来一种乐观 好像死亡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战胜 我说其实从生物学上的意义来讲 死亡跟实际人的心 今天不是你我已经真实地感到了吗 我们人是怎么死的 有多少是真正所谓最后器官衰竭 生物意义上的死亡 我们不是被很多有毒的空气害死吗 我们不是被很多有毒的食品害死吗 不是被很多的人祸害死吗 不是被彼此的仇恨气死吗 有时候自己郁闷都会郁闷死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人类正向圣经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罪的权势就是死亡 只要罪不除去 人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 很多人都同意 好像行尸走肉 什么意思就是感觉那种苦啊 难过啊 活着跟不活着 差别在哪里呢 活着好像是更多的遭罪 更多的受罪而已 所以圣经不但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 结果呢 我们不晓得生命是什么 我们把世界 把物质 当作我们生命里面追寻的重大意义 甚至于全部的意义 耶稣在那里叹息说 人如果就算全世界都给你 但是你却忽略了 把自己的灵魂赔上去了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拿什么来换这个灵魂 生命动作气息 在乎那位创造的上帝 人不去认识他 人与他远离 我们这不是在舍本逐墨吗 所以这样的人生的真相 神不但告诉我们 日光之下这些的人 每一个人你都经历这样的规律 但是有一条道路 去到耶稣那里 寻求生命的源头 若不借着他 人没有办法回到他 真正想要去的源头那里 他是道路 他是真理 他是生命 原来这三样我们以为都是一样样的物体 分开的 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的话是我们真正的答案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成为我们人生真正准确的答案和出路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谈人生的珍宝 圣经特别借着一位他的仆人叫做索罗门 来把这一节圣经 其实把好几篇的圣经启示出来 传道书 真言 雅各书都借着索罗门 为什么借着他呢 这一位我们如果读过以色列的历史都晓得 他曾经是在以色列最强盛的那个年代 一国之君王 声明远波 那个时候中东 近东 远东 各处的人都跑去 不但是那里拥有许多的财宝 国力强盛 大权债握 人又绝顶聪明 好像正下他自己所形容的 论到财富 论到权势 论到享受 我什么没有享受过呢 但是最后他真正发现 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珍宝 他终于发现原来人生有两种 一种是蒙神喜悦的人生 一种是继续活在最终 不要上帝的人生 而这两种不同的对上帝的回应 就决定了人生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也决定了人生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那你说神喜悦谁 不是说上帝像我们有时候 地上的有些父母会有点偏心 如果孩子不少的话 可能会偏心在喜欢大的 或者喜欢老妖 或者喜欢这个或者那个 上帝不偏待人 但是人对上帝的回应会有不同 人对神的回应决定了 我们要不要自取神的恩典 要不要成为蒙他所喜悦的 还是我们继续借着罪与他割绝 愿意归向神的人成为蒙神喜悦的人 拒绝归向神的人 就继续地在自我中心里面 在犯罪当中 也在亚当夏娃的旧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见我们何其如此 我想到我自己过去就是这样 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 好像很多人以为的 大概因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所以儿女就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传承了 我们就成了基督徒 圣经说神是要我们每一位 面对面的去认识他 每一位神都把自由意志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做这个决定 我是一直到进了大学才做这个决定 之前的话很勉强 父母要我读圣经 我读的简直是看不懂 我说你们就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 到底讲什么搞不清楚 反正就约了打打杀杀 哎呀 那个时候真是 我看我有些同学 他们看那个什么路顶记啊 什么我说爸要我看创世记 哎呦差别太大 有的还在看书建恩仇录 要我看启示录 有的看色雕英雄传 要我看使徒行传 这两个都不一样 我说那个多好看啊 哎呀 这圣经读 心里不认识神 你就不要神 很自然的 但是没有上帝的日子 我们过得怎么样 我们以为路在我们脚下 我们以为明天在我手中 我知道去到了东北 在局目无情的环境里面 忽然间那时候发现 到底要什么 面对人生的迷茫 面对好像真的是内忧外患 外面当然那个时候 条件物质都很艰苦 但是更大的艰难 其实不自我 我发现那时候我们 同学虽然来自五湖四海 每一位那时候感觉 第一 离乡背井那种痛苦 亲人不在家 不在身边 我那时候特别怀念我的外婆 因为外婆从小带我长大 她也特别疼我 常常我只要身体一不舒服 马上她就做一碗面条 放一个荷包蛋 哎呀 我就觉得简直是共产主义实现 到后来想吃鸡蛋面 我跟外婆说我今天又不行了 不舒服了 外婆说陆家你今天不用生病了 因为已经没有鸡蛋 我说我知道 因为还有个皮蛋 如果没有 真的我不会生病 红兰间有一天 离乡背井 亲人不在你身边 不但想家 而且更觉得人生茫茫 你我其实走进这个人生就知道 多少坎坷 多少风雨 多少陷阱 这样的人生里面 让我不断地思想 第一我们活着 其实人生真的很艰难 但是意义在哪里呢 到底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心里所渴求的爱 所追求的情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发现何其难寻 爱你的人 时空的限制 不能在你身边 而茫茫人生 我们的意义 我们在那里求学 在那里念书 我们努力给自己的人生 赋予意义 但是有时连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 这种状态就是圣经 不断地告诉我们 远离了上帝 我们的生命一定充满了虚空 所以这位叫做所罗门的 他越来越明白了 我非常感恩 在大学的时候 真正开始归向神 认识神 你得到了神 好像忽然间觉得心里面 真是有一个最爱你的人 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 无论你往哪里去 认识你 爱你 而且真是你发现在神的家中 我来到美国在海外校园写的第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我在柏林有个家 这个家这些年常常有机会回去看一看 虽然很多家人已经也变善在世界各地 但是家永远是家 好像每一次来到古区进行会 二十年来 心头常感觉 虽然很多长辈看见他们年老发白 我常常记得那位吴尊圣吴伯伯 这位长辈 其实很多位 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为我祷告 鼓励提醒 很多的指证 其实你才发现 到底我们人生要什么 为什么过去我们不认识的 却在主的里面会一见如故呢 会不是亲人 但是却甚是亲人 到底我们在地上怎么去定义家人 为什么很多家里面充满了纷争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我到了沈阳 几年以前去带一个家庭的聚会 那个家庭是一个大的家族 但是以前不认识神 吵得一塌糊涂 尤其是每一次一位长辈一过世 家里面那些儿女 为了分家 为了争财产 吵得天翻地覆 感谢神那次聚会 三天以后 这个家族里面 他们来参加的有将近四十位 里面差不多有二十几位 真正信了主 我看见他们抱在一起 彼此饶恕 彼此求对方的原谅 在那里痛哭 我站在旁边感觉真稀奇啊 上帝啊 他们家最小那个小孩呢 叫树文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只有四岁 我们在那里唱那首歌 本来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 那个小孩呢每次都唱错 他说我们一家成为人 我们一家成为人 哎呦他妈妈着急啊 树文啊别乱唱啊 不是我们一家成为人 我跟他妈说他没唱错 因为我们认识了神 我们才真正成为人 大写的人 上帝原初所造的人 我们只有认识他 归向他成为人 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家人 要不然你就算是家人又怎么样 不也是彼此的伤害 彼此的仇恨 所以我说奇妙 这个小孩每次他唱 我们一家成为人 我说其实没有唱错 对啊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在最终活 我们还不知道 所罗门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 何等发现 我们人生到底要什么呢 那你说蒙神喜悦的人 有这三样成为他们所努力要追寻 也是神乐意给他们 而不认识神的 我们其实人生里面 不过就这三样 劳苦 第二样呢 收据堆积 结果还不是我们 第三样呢 是指导我们内心的世界 虚空和捕风 你发现何其准确啊 人生好像 我发现其实两个字就讲完 没有上帝的人生 劳苦 是我们真实的状况 不但劳 非常 日光下流泪 日光下流汗 月光下流泪 这样拼命的劳作 而且苦是指心境里面 说不出的感觉 在国内我遇到好多位 他们说哎呀我们都是亚历山大 我说什么意思 他们说就亚历山山一样大 所以都变了亚历山大 真的我看每一代啊 年长的时候苦啊 当父母的时候累啊 有个小朋友 哎呀我看他只有小学三年级啊 长得蛮可爱 他说我好累啊 我说你为什么累 他说因为我不到十二点晚上 不能睡觉 好累啊 所以那边小朋友都羡慕美国 他们说到美国真好 上学不用背书包 天天可以吃汉堡 哎呦太好了 我说你想都别想了 然后你到了美国不也一样吗 也是亚历山一样大 这个叫做第一个 劳苦变了贯穿整个人生 你看无论是哪一代 但是呢第二样呢 这个叫做我们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收据堆积 但是不是我们 各位一定注意到 在美国有这个所谓 garage sale 压 sale 尤其你到周末 我刚刚车子过来 一路看很多招牌 我就想garage sale 压 sale 是什么 就是过去拼命堆积的 拼命收集的 结果有一天的饭 都放在garage里面 用不到 然后呢 反正几毛钱啊 一块钱啊 反正赶快赶快 有的就送人都有 这是拼命收据堆积 但是不是自己的 从garage sale 压 sale 到有一天到过来 sell yard sale garage 连房都卖掉了 不是自己的 在浙江真的很有意思 有个大老板啊 亿万富翁 特有钱 车子都不是自己开 找一个司机替他开 那司机当时也冤身载道 因为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一个命令 所以那天到晚忙啊 跑这里跑那里 后来那个大老板死了 走了 过世了 结果呢 没过多久 他的太太啊 就嫁给了那个司机 后来那个司机讲了一句 蛮经典的话 简报了 那个司机说 我以前一直埋怨啊 我一直以为 我在替他打工啊 搞半天原来 他在替我打工啊 全归他了 这就是圣经讲的常常啊 我们收据啊 堆积啊 结果呢 不是我们 其实中国人 古人是比较聪明 老早就知道了 叫做富不过三代 你发现 这个不是一句随便讲的话 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 很奇怪的一个规律啊 真正财富 在你的家族里面 要传到三代以后的事 少之又少 你去看美国 很多大公司都知道 所以美国人 现在像巴菲特啊 Bill Gates啊 比较想开了 干脆成了一个基金会 干脆 要不然呢 因为这种财富 都像一把双刃剑一样 有时候常常给儿女 不见得一定是造福 更多的可能带来问题 更多的可能造成了 彼此的纷争 更多的可能让他们 结果的丧失了志气 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样忙啊 这样苦啊 这样累啊 如果现在你从405开过来 在Santa Monica那一段 两栋高楼 就是用这个人的名字命名 叫做Howard Hughes 曾经当年多少呼风坏雨 那个上面那个照片 是他年轻的时候 一个帅哥 继承了巨大的遗产 后来呢 又投资在那个航空界 成立那个TWA 航空公司 当然他主要的这个 投资生意啊 这个Medical School Medical Institute 那时候Howard Hughes 好像是一个当红的巨星 但是这个人后来 可怜到一个什么程度 也死了 死了好久才被人发现 泄露到巨大的恐惧里面 你难以想象 其实上面那张照片 跟下面那个Time 是拍出他这个过世以前 这个人也不是活了很久 大概也就是 差不多70岁左右就走了 两个人是 你完全难以想象 这是当年的他吗 下面那个简直是 活在巨大的不安里面 活在巨大的恐惧里面 这是我们昨天所提到的 我们的人生 其实圣经不断不断地 让我们看见 如果忽略了灵魂 如果忽略了 到底生命的根源在哪里 虚空就成为我们人生 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我看我现在很多大学同学 他们怎么来解决他们的虚空 很多人直接要当跟我承受 我们只有靠着去唱卡拉OK 只有靠着去喝酒 或者是去喝咖啡 甚至很多人用毒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好像觉得说 我也赚了一些钱了 我也买了房了 我也物质条件不错了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 他心灵的问题 巨大的虚空感 所以我替我这些同学 真的很难过 他们说真的陆家 我们现在也不晓得为什么 白天好像拼命用工作 来解决虚空的问题 就觉得还在忙啊 晚上接着饭去吃啊喝啊 但是吃完喝完干什么呢 就是去唱卡拉OK 就是去喝咖啡 或者喝那种酒精饮料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回家 哎呀回家 那不跟死了一样吗 以前叫做四死如归 那都是婚前的那个誓言 结了婚那叫四归如死 不是四死如归 哎呀 又跟死了一样 没法排解 没法去解决心头的虚空 其实中国古人老早就知道了 我们读过这本《红楼梦》的都知道 中国的名著文学的巨著 为什么会成为巨著 因为直接把人的内心讲出来 一方面描述的你看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争斗啊 为了财富啊 你争我独啊 但是呢 这个作者告诉我们 其实整个人生就是了 所以他一上来 其实就已经借着一个道人 把这一段对人生的概括写出来 古今将相在哪里呢 荒着一堆草莫了 金银只恨巨无多 且到多时呢 眼闭了 夫妻日说恩情 君使又随人去了 痴心的父母古来多 孝顺的儿孙随见了 哎呀我小时候真的不晓得 那个时候也似懂非懂 我就特羡慕里面有个宝玉 哎呦我说为什么我不是他呢 奇怪那时候忘记照一下镜子 后来明白了 作者老早告诉你 羡慕宝玉吗 那是假的 所以叫假宝玉 你羡慕那喉咙吗 那是一场梦 所以叫喉咙梦 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也跟他一样 三国演义 一个好像讲家庭的故事 一个呢 是讲山河的故事 江山的故事 我们说男儿当自强 哎呀指点江山 激阳文字 最好是当大官啊 最好是这个 你政府多少地方啊 同样 以前我也光顾看内容了 诸葛亮啊 孙权啊 曹操啊 这些大英雄啊 就忘了 唯独忘了去看 最开始作者写什么呢 他要告诉我们 到底人生 江山又什么呢 那个叫做开篇词 就是一上来 像现在人写前言一样 整个 已经把所有的内容 给你做一个总结 作者告诉每一个读者 你们不要那样入迷啊 不要那样入戏啊 那些人物呢 老早逃进 大江还在 青山还在 但是最让人绝望的 就是这句话 是非成败 转头空 你流血吗 你流汗吗 你拼命吗 结果呢 转头成空 那我们人间不是常常 为一个理 为一个事 为一个非 真的 你死我活吗 所以这两本书 为什么会成为 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呢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两本书 一个是讲平常百姓家的 好像小的 早眼 一个呢是从大处早眼 大江大河 人类的主题 永远是共同 就是虚空 那当然西方的文学著作 那些拿诺贝尔奖的 也逃脱不了 这样的主题 好像海明威写的 那个老人与海 一模一样 这个人 接着老人与海 一举成名 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故事 其实比中国的故事 更简单 中国的故事里面 还有很多 迂回曲折的各种的描述 老人与海 就讲一个老人家 他一生 就是希望要得到一条 打到一条大鱼 鱼民当然希望 接着鱼越大 表示我越有成就 表示我的技术越好 表示我越 当然那个鱼大了 也可以卖了更多 可以赚更多的钱 结果老人家 一生就找不到 直到最后晚年的时候 出海有一次 被他碰上一条巨大的鱼 经过生死搏斗 差一点船翻掉 因为那个鱼太大了 他用那个鱼插上去 然后那个鱼在那里挣扎 把他几乎仍要 死在那个海里面 好不容易 最后那个鱼停止挣扎 很得意拖回来 拖到岸上 拉上来 一看 一副鱼骨架 因为整个过程 那个鱼肉已经被 所有驱他旁边的鱼都吃掉了 海明威接着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人生很像一个渔夫去捕鱼 你用尽全力 你有你的想法 你有你的目标 我要得一条大鱼 结果哪里想到 你得到的是一副骨头 我觉得最精妙的 画容点睛的就是 他最后写了一笔 他说那个老人家 回到他的小屋 躺下睡觉 好像婴儿一般 这个其实写得很妙 意思什么呢 他怎么出生的一个婴儿 什么都没有带来 现在等到年老发白 要走的时候 又像一个婴儿 你什么都带不走 你整个的人生 是一副空的鱼骨架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 人生里面 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说 不需要上帝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如果离了他 很多人都同意 人生就好像一个零加 一个零加 一个零 你为什么不注意 前面那个一呢 如果没有了生命 如果灵魂 没有归向上帝 你后面零加零加零 一连串的零 你有了他的生命 好像前面多了一个一 你就知道为谁努力 生命的方向 目的是在什么 所以 所罗门最后发现 人生要能够真正 脱离虚空 进入满足 有三样很重要的珍宝 这三样东西 是人常常会忽略的 当然他这里的意义 跟地上能讲的智慧意义 快乐是不一样的 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人间有一个最大的智慧 是认识上帝 这个是叫做得救的智慧 我们的人生其实真可怜 我也是想 好像有一个寓言说 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因为他自己学哲学的 又很聪明 看了一大堆的书 那次他要过一条河 请一个老人家帮他渡过去 那么那个老人家 当然是很淳朴的一个少工 专门百渡的 那年轻人上了船 就跟老人家聊天 他说老婆 我问你 懂不懂天文学 老人家说天文不懂 没学过没听过 天文都不懂 那你地理呢 地理当然更不懂 不晓得 老婆不是我讲你 天文学地理学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 我都学了 你这么一把年纪都没学 你这不浪费生命吗 那我再问你 哲学呢 老人家一听更糊涂 哲学什么叫哲学 人生最重要的学问 哎呀老婆 真的不是我讲你 你真的大半辈子 你算百过 话没讲完 他自己很得意 我什么都会 忽然那个船摇晃了 眼看那个船要翻了 因为那个风浪太大 老婆胆战心惊 问台课 那客观 请问你会游泳吗 游泳 我一个读书的人 从来不会啊 哎呦不会啊 那真的很抱歉 你说我大半辈子 白火了 我告诉待会儿 你整辈子全没了 我们人常常犯 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这个聪明 我们要那个智慧 我们要这个房地产 我们看了很准 哇那个股票怎么做 唯独忘记了得救的智慧 不认识神 其实我们人生 有一样基本的 就没有办法去分辨 短暂跟永恒 我们把短的看作长 我们把要过去的 当作永存 在圣经里面 有一幅非常妙的对联 这幅对联 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 上年说这世界 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下年呢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永远长存 你发现一面是都要过去 一面是永远长存 在我那个年龄 我还真看过一点 什么叫多要过去 我记得小的时候 赶上文革 当然我那个时候 几岁的孩子 似懂非懂 但是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我们家后面 专门有一个地方 是倒垃圾 倒垃圾的那个地方 我真是亲眼目睹 许多红木家具 许多金银首饰 丢在那里 那个年代 我现在说给很多 80 90后 他们说真的啊 不太可能吧 告诉我谁丢的我去捡 哎呦我说你别说去捡啊 那个年代啊 连丢的人都不敢 是白天去丢的 一定是找那个 月黑风高的 半夜三更 夜深冷静 赶紧丢啊 那个东西好像 毒蛇一样在咬它 很多人经过 那个年代就知道 第一那种东西 你换不来粮食 那个年代 你随便拿个金条出来 马上被人举报 马上你可能就出问题 如果被抄家 被发现了 你真的吃不了 都得走 甚至那个年代 很多人就赶紧摔啊 那一刻才发现了 这个东西好像那个 我昨天提到 我外公的见证啊 真的那个时候 很多他的商界朋友 跑来说 姚先生啊 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啊 哎呀 我们现在体会 有一句话是对的 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 你是无所畏惧的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怕 那些人可吓死了 大地主啊 大资本家 这个大商人啊 有钱啊 吓得吓死 你现在不一样吗 很多人吓得人心惶惶 赶快能往海外转移 就转移 能带出来就带出来 一模一样 我现在我回去看看 我那些同学 我说到底你们住监狱的 还是住房子的 那个外面都铁窗铁栅栏 铁丝网围起来的 还弄很多探头啊 我有个同学最夸张的 他还到处要找那个防弹车 我说你什么级别 还找防弹车 你不知道路加西 叫仇富 仇官 反正都是 就五个字 叫做羡慕 嫉妒 恨 连在一起叫羡慕 嫉妒 恨 圣经上说 其实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 这些都要过去 我们常常忘记了 上帝啊 我的生命 我既然在追寻意义 我既然在追寻 人生真正的价值 那么在这些 都要过去的上面 建立我人生的价值 我是不是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不转头来 认识那得救的智慧 我们是罪人 耶稣说 其实承认自己有病了 有福了 因为他知道会去找医生 我们承认我们有罪 一方面是一个事实 第二方面却成为 福音的一个起头 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 特别提醒 特别强调 我们是罪人 其他的都让你很舒服 人质出信本善 你本来不错 偶然有点小错误 没关系 你去造个桥铺个路 然后呢 集一些功德 以后呢你更好 基督教从来不来麻醉我们 基督的信仰 从来不来欺骗我们 直接让他告诉我们 因为当我们 知道我们有问题了 才会去找他 你去看医生 不是这样吗 当你发现症状出来了 当你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去找医生 找医生不是一个坏事啊 因为正好 可以早一点发现问题 早一点解决啊 耶稣是大医生 他要把一个不犯罪的生命给我们 人类找来找去 想来想去 用各样的办法 想要突破死亡 唯独忘记 死亡是哪里造成的呢 罪的公价乃是死 人类不解决罪的问题 你就想去解决死亡的问题 你就算生物学上让你活到两百岁 五百岁 其实你是更苦 更多的眼泪 更多的煎熬 所以这位所罗门也是他 圣灵感动他 终于明白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这位至高的神 是真正的聪明 人生里面这些 他说我都享受过 但是日光之下的人生 虚空的还是虚空 唯独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 这是得救的智慧 什么是圣经谈到的知识呢 是属上帝的知识 我们人以为在地上 我们学这个学那个 好像我们很聪明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自己也没有经过验证 我们不过是 过去你打开书本就这样 就是无神了 就是唯物了 我们就把这些人捧为 就觉得全天下他最对了 就是这个 其实一方面 你也没得选择 你到今天也没有什么选择 你到美国很多教科书打开 也是这样 一个反神的无神的敌神的事情 一定告诉你 因为人这样自己也安慰一下 自己也觉得比较舒服 拿下一个神 我就是神 顺服上帝 把神的话当话 这是真正的知识 越在这个当中 越发现 其实我们人太渺小 好像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 这样一个聪明的人 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但是因为认识了上帝 他才认识自己 他说我不过是一个海边士 贝壳的一个孩子 他本来要求人 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墓碑上面 结果后来呢 当时他过世以后的皇家科学院 那些最聪明的人 他们开一个会 今天这段话你可以在 英国伦敦 那个威斯敏斯的大教堂里面看见 他们把牛顿的墓 安放在那个大教堂里面 我看见上面 特别重要有一句话 他说这个人 这是一群科学家 对他的人生的评价 牛顿对于自然 律史和圣经 他是一个勤奋的 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 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 他度过了新教徒 简朴的一生 所有活着的人 都为有他这样一个伟人而感到幸福 我忽然间感觉 有时候 如果这段话你现在放在中国 很多人 所以人民日报 以前有一个评价 说牛顿 这么聪明的人 竟然呢 中年以后就走进了死胡同 为什么说呢 说他怎么突然间狂热地研究上帝 写了很多神学的著作 你到现在去看 牛顿写的神学著作 远超过他的科学著作 我们一直以为神学科学 这是两码事 科学跟信仰 怎么可能混在一起呢 牛顿你简直走火入魔了 大概你是 所以人民日报 1986年就给他一个评价 说他走进了死胡同 大概将囊才进 大概你科学上没什么发表 所以你现在一头扎进神学里面 是这样吗 那不过是我们人的无知和有限 其实你去看看 当时不只是牛顿 真正的科学家就明白 人原来活在三个层次里面 或者人在三个层次里面 科学不过是你最基本 最简单的物质的世界 你对物质世界的了解 那个叫做科学 你超越这个上面 现在的人就已经把它叫做哲学 其实哲学研究的是什么 是指人的很多心理的活动 是指人的很多的想法 所以他们认为科学叫做You know 你看了节目都早了 哲学就是You think 所以科学里面最高的学位呢 一定叫做Doctor of什么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很多人不理解说干嘛呢 叫我哲学博士 我又不懂哲学 我不过是个电脑博士 怎么叫我哲学博士 他忘记了科学里面 他能够拿到这个学位 因为他用了一个哲学的思考方式 所以授予你那个学位 叫做Doctor of Philosophy 换句话说人已经发现 人的思想跑在你看见之先 但是更高的层次呢 他们把它叫做You believe 你相信 因为人类终于发现 如果抽掉了信心的根基 人根本没法进行 昨天我们已经谈过了 连科学上最基本的那些公理 都是靠相信来接受 公理其实讲白了就是不讲理 那叫公理 因为科学上的定理呢 你可以去推证 可以去认证 推理 公理的没法推 所以那个叫做公理 就是你公认大家都接受的 叫公理 你说怎么公理啊 我不相信你证明给我看 没法证明那叫公理 你要么接受 你要么不接受 你不接受 你一事无成 啥都不能做 你要接受的 你上面的定理 才可以一个个发展出来 所以不但当时那些科学家 非常清楚了解 那个到了一个什么层次呢 叫做Theology 神学 所以科学 哲学 神学 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是让我们人知道 我们今天把这个 整个颠倒过来 以为什么叫神学 神神道道的 那些干嘛 这个 然后科学至上 科学万能 把人对物理界的 对物质世界最基本的 把它当作是永恒 牛顿之所以 能够脱颖而出 其实真的跟他们的评价 分不开 这三样 我们有时候常常 所谓那个年代 叫做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对于历史 对于好像那些 所谓文科类的 不去管它 就觉得自然科学 最厉害 最崇高 其实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忘记历史 也不要小看历史 因为历史里面 神一直在说话 人不断是在重复 那些身上说 其实你现在有的 过去古代 老早已经有了 日光之下 从来没有心事 在历史里面 第一看见 我们人的问题 旧约其实整个 把以色列民族的 历史提出来 其实也把上帝的 救恩的历史 彰显出来 什么时候你归向神 你就蒙福 你就得救 什么时候你远离上帝 你就在争斗里面 伤害里面 痛苦里面 自然历史 但是在自然和历史里面 仍然还只是上帝 普遍性的启示 唯独在这本特殊的启示里面 The Special Revelation 上帝告诉我们 有一位拯救者 那位真正的弥赛亚 我们的Saviar 即至时候满足 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 上帝 进入人类的历史 神差遣 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成为人的样式 活在人间 不但是传神的道 而且把上帝的真理 生命和道路 整个显给我们看 那条十字架的道路 那个昨日经日之道 永远的真理 在他里面 那个永活的 胜过罪的生命 感谢上帝 当这一位愿意这样去 在这三个方面来学习的时候 他的生活不一样 他的见证不一样 以至于后人可以说 我们每一位因为有他这样 我们感到幸福 其实本来神的儿女 神都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 无论你有多少恩赐 有多少才干 我们把这些生命的岁月 在这三个方面来努力来学习 不是说你不需要去学科学 也不是你不需要去掌握 世界上这样的一些知识 但是如果忽略了上帝的启示 属神的知识 用人的办法去确定 这个可能吗 这个会吗 这样可以吗 结果呢 是我们自己失落 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也是所罗门最后发现 认识神 顺服神 享受神 我们人间常常以为享受是 借着一些物质才能给我们享受 真正的喜乐从何而来 早上有一点机会 到周围的山上去走了一下 我想我们今天实在是太 有时候忙碌到一个程度 可能我们连抬头看看 蓝天白云的机会都没有 看看上帝造的那些 这些植物 上帝所创造的自然 何等奇妙 我们忘记了它 我们的心常在等待 我们有时候对生活里面的人 人对我们所过的每一天 对每一个世界 对每一个机会 一旦与神隔绝 你就发现其实真的 从人啊 从时间啊 从那个机会 好像带不来多少快乐 总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人以为的喜乐 第一个要等待 等以后 没结婚 哎呀等结了婚吧 结了婚没有孩子 等有了孩子吧 等孩子呢 孩子长大吧 小时候很麻烦 长大了 哎呦 Teenager 哎呦 叛逆期啊 等再大一点嘛 等到最后呢 我常常遇到有些说 哎呀 以前呢就嫌麻烦啊 给孩子做啊 吃 现在呢 做了一做 没人来吃 好像空巢了 哎呦 又很郁闷啊 那怎么办啊 等等 在他们再审 赶快给我审 审了又可以 让我再晚几年 现在就觉得 所以我到欧洲去 看到有个T恤 写得很有意思 上面 爷爷奶奶说 早知道第三代 这么好玩 就不要第二代 我不晓得 她的逻辑是怎么出来的 忽然间又觉得很虚空啊 哎呀 怎么办啊 最后有个小孩 带在身边玩一玩 你不曾经有小孩 全部送回去 那让爷爷奶奶去带 我们老觉得喜乐 是在等待 唯独认识了上帝后 才发现喜乐 根本是一趟旅行 圣经从来没有说 喜乐是等待 你认识了上帝 你在监狱里面都可以喜乐 你在欢乐里面都会喜乐 因为上帝啊 你是万事互相效力 人会错 你不会错 上帝啊 现在 难怪英文这个present 现在呢 也是gift礼物的意思 是上帝啊 其实你今天给我动作气息 就是一个礼物 何等感恩 为着每一个人 你发现真的很奇妙 我真的心非常非常感动 其实在 特别在各位的当中 我知道 我 不但是 我们 我是有很多问题 而且呢 我的讲道 其实 我自己也知道 上帝每次心很慌 上帝啊 怎么办啊 哎呀 这样 我是常常有时候羡慕 哎呀 最好上帝啊 你给我能够 远之明这样的啊 张伯利这样的啊 圣灵常常在里面责备提醒啊 路加 你在想什么呢 你看看有多少长辈为你祷告 你看看有多少弟兄姊妹 安慰你鼓励你 扶持你 其实我们常常一年 有时候才见一次面 但是好像 365天里面 也许只有一两天见面 但是其实更多的日子 虽然没有见面 好像圣灵一直在连接 我说上帝啊 真的 我们好像 这个 这个 台孙姐妹跟我讲说 这个 李秀全牧师讲过一句话 很重要 我们不过是废物利用 上帝啊 真的 我们现在也不再求 小才大用 大才小用 有才可用 上帝啊 我们不过是被你废物利用 喜乐 为什么喜乐不出来 我们一个等待 一个人我们老觉得 别人应该对我好 某某应该对我好 他为什么这样呢 真的应该吗 我看到台湾有一个叫李嘉童 李嘉童先生 他写了一篇文章 是他真实的一个经历 他到西雅图那边去 出差 那时候住在一个家庭旅馆 他那个旅馆很有意思 有一个习惯 每个晚餐都要大家 所有的客人 围着一张长桌子吃 那个旅馆不是很大一个旅馆 不过很精致 很温馨 他说他在那个旅馆 就发现有一个老太太 是那个旅馆的常客 常年住在那儿 他心里想 这老人家一定很有钱 因为那个旅馆也不便宜 而且每一次 那个女主人 那个老板 老板娘对她特别有礼遇有加 让那个老人家年龄也最大 让她坐在首席 所有的客人 一定要等那个老妈妈出来 坐好了 大家才能开席 每次吃完以后 这个女主人 这个旅馆的老板 再亲自送她回房间 李嘉宗说 当时真有点羡慕 说将来有一天能够活得这样 也不错 干脆就 你看这个 都有人照顾 都有人服侍 这样 常年住在这个旅馆里面 有一次那个老人家不见了 丢失了 哎呀 出去以后 好晚没有回来 那个老板急得不得了 发动所有的客人 哎呀 你们帮忙找啊 谁找到了 我白白送你白住三天 李嘉宗说 这个 他也帮着去找 后来真的被他第一个找到了 那个主人对他千谢万谢 他说当时也不晓得 后来呢 因为白拿了三天旅馆 所以随时可以去住 他过了几年 他又去住 结果呢 那次 那个老板 那个 他一发现晚上吃饭的时候 那个老妈妈不见 他一问 那个女主人说 这个老妈妈过世了 再一问了 这个老妈妈是谁 原来就是那个 女主人的 她的母亲 那个女主人跟她说 我妈妈 我发现她的人生 最快乐的 就是从她开始失忆以后 她说 为什么会住到旅馆呢 本来她自己有家的 有房 但是她那个老人家 完全失忆了 不记得了 结果那个女儿也不放心 那么就把老妈妈 接到这个旅馆 那老妈妈呢 也忘记这个女儿呢 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女儿 哎呀 每次千谢万谢 哎呦 谢谢你 让我白住 让我白吃 对我这么好 天底下 哪有这么好些的人 因为她说 每一次谢谢她 变得 人家很快乐 李嘉童先生 从这个里面 她突然间发现说 我们人很多不快乐啊 就是我们老觉得 你应该这样 你是我女儿说 你该的 你应该的 你越想你越不快乐 真的世界上 应该有谁 应该对我们好吗 Do we deserve it 我们真的配吗 我们配吗 有一位 我们顶撞她 得罪她 杀害她的 她竟然说 父啊赦免他们 我们配 她为我们死吗 这位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她说两种朋友啊 我才是真的朋友啊 无论你什么时候来 你什么时候敲门 我一定给你开门 你半夜三更来 我给你开门 而且你的祭客 我一定供应你 这就是昨天我们讲的 路加福音十一章 耶稣把自己放在那里 让门徒看见了 谁是真的朋友呢 谁是真正合格的父亲呢 地上的父亲 有多少是不及格的 不合格的 天父是真正合格的 真正爱我们的 我们配吗 本来我们都不deserve 我们配得她一切的恩典吗 我们配承受永恒吗 但是如今在基督里 白白的道理 我们还有理由不喜乐吗 基督徒的喜乐 不是人为的我在等一样东西 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是借着圣灵 那个喜乐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为常常 思念主的恩典 主啊 我何等感恩 你从灰尘里面提拔了我 人算什么呢 你竟然眷顾了我 本来都要过去的 我们都死在最终的 但是今天因着你 我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份 我找回了我生命的源头 我也找回了我喜乐的源泉 何等感恩 愿上帝帮助我们 前面的日子 靠它 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我还是想到 我妈妈的见证 1948年从大学毕业 走出沪江大学 那时候很多大学毕业生 好像也是算是 这个工作 那个工作 因为她看见自己父亲的见证 所以奉献做一个传道 如果从传道的角度 从48年到现在 好像妈妈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因为到50年代 她有一段时间 在教会里面做女传道 后来很快就是各种政治运动 这样那样 然后就被下放 她那个时候跟那个交院联牧师 几个传道人一起像发 当一个纺织女工 非常辛苦 以后的日子里面 但是直到如今 三年以前 被查出来结肠癌 我岳父自己也是一个外科医生 好几个医生 包括我岳父那时候 对我说 你妈妈最乐观的情形 不会超过两年 已经是末期 过了九个月就复发 再做第二次大手术 整个肠子 第二次手术时候 以后我岳父跟我说 你妈妈不能再开刀 已经没有肠子可检 但是我妈妈跟我说什么 我们还担心 过没多久 又看她那个癌症指数非常高 当然做儿女的心里面很担心 我妈妈说陆家 妈妈算是这两次开刀 有十六个人信主了 所以如果你妈再开刀 还能再救一个人 哎呦我太高兴了 我刚才她老在算那个 真是 因为你在病房里面 你特别能够体会 那些人 我第一次开刀 她在上海华东医院 第二次在上海肿瘤医院 都是两个相当大型的医院 你进到那个医院你就知道 人间一切的悲欢离合 医院好像一个窗口给你浓缩 躺在病床上的人 其实不是为自己的病难过 很多老人家流着泪跟我妈妈说 为儿女难过 为他们争吵 有些人已经老人家还躺在那 已经在讨论伤账费 你出多少我出多少 吵到后来 我心里在召集我那段时间 在我妈旁边 我说你们讲得小声一点 要不然老人家还听得见 怎么都在讨论 将来火葬费用谁出多少 还差点打起来 有的在讨论 房产怎么办 遗产怎么办 那些儿女一走 老人家很多泪流满面 哭啊 人生里面怎么会这样 不但是生命无从着落 而且更是爱是什么 到底情是什么 感谢上帝 妈妈不但到现在快三年 也活得好好的 她一直用一句话安慰我 她说路加真的你要知道 生命在神手中 上帝不要你妈去 你妈想去还去不了 如果他要你妈走呢 你妈想留也留不下 真的我们知道 因为死亡如今 不是一个句号 只是一个逗号 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 人生里面三样珍宝 得救的智慧 属神的知识 和真正从永生而来的喜乐 改变我们真实的人生 让我们不再活在虚空里面 不再活在牢苦里面 也不再活在拼命收据堆积 结果有一天全部不是我们 真知慧 真知识和真喜乐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上帝在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 给我们每一位 有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知识 去认识神 信靠神 顺服神 也享受神 主啊 我何等感谢你 今生和永生并不是各断的 分开的 我们在今生的日子 认识了你 真的有了得救的智慧 主 我的心何等喜乐 主啊 感谢赞美你 我们奔跑 不再是没有定向 亲爱的主啊 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你所保爱的 主啊 无认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面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在你的眼中 我们都是你所疼的儿女 你为我们留学舍命 亲爱的主啊 再次恳求你 你让所罗门最后终于所看见的 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每一个家庭 也包括我们的儿女 主啊 直直升升让他们认识你 信靠你 求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地里面真发现 人生的答案 其实离我们不远 就在耶稣基督那里 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愿主把这样的智慧 放在我们的心里 吹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监春